好疫情焦点来看到是 北市的一间简移旅馆 近期是发现了三例的个案确诊 9月中心就公布了最新的裁检结果 扩大匡列裁检81人 其中最先确诊的个案 17058之外 其余两人初步定序 也是感染了Omicron 但是到底是不是同一起的群聚 还有在进步厘清 不过占地是以群聚的方式来处理 旅馆的群聚 疑似群聚的事件 基因定序的结果 那发现 这个17058 17085跟17099 那这两两的个案 他们的基因定序 都各有2到4个 一个位点的差异 虽然他们都是Omicron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是不排除 这个旅馆的一个群聚 但是我们还要请专家 针对这期的一个 这三个个案 那来调查他们的这个可能的传染途径 这边可能要藉由我们昨天到旅馆的这个调查的部分 还有这个另外 还有针对这个 这个发病日的部分 目前还有一些不相符 那这个部分都还要持续的一个 针对这个部分来做 做查证 那未来我们这个 在跟专家讨论之后 再跟各位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